基隆有个传说 在庆安宫月老庙诚心祈求 很快就会遇见那个他 基隆市单身离活动举办五年来 成功配对多对的家偶 获得民众好评 甚至有市民因为参加离活动 找到适合的人生伴侣 今年是我们举办整个全基隆市 青年男女的慰恶女的第六年 我们这一次特别邀请所有25岁以上 有希望认识未来的另外一半的年轻好朋友 来报名参加 我们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延到了9月18号跟9月25号分两梯次来举行 我想这个步入第六年 过去其实曾经配对很多 我们青年男女的成为一个男女朋友 甚至已经有步入这个结婚的礼堂 那每一次的报名都非常踊跃 那所以说透过这样的活动 其实让我们很多还没有机会认识到未来 另外一半的年轻好朋友都有机会 透过未婚联谊的活动 透过这个这样的一个联谊 认识了未来的另外一半 那包含我们今年的联合婚礼 也有好几对是从之前因为未婚联谊的活动中认识 然后成为男女朋友之后 决定今年来报名联合婚礼 然后登记 今年活动延续传统 先带领单身四名朋友来到清安宫拜月老 求红线祈求好姻缘 紧接着来到湖宰山休闲咖啡馆 透过活泼有趣的互动游戏 认识彼此 那因为今年是虎年 我们特地的主题就是 爱老虎游 爱老虎游 然后在火花叉的咖啡馆来举行 那每一年我们都会选一个非常适合 整个联谊活动的场地 风景都是非常优美 那甚至透过这些联谊游戏的互动 让我们许多年轻朋友 可以认同这个 因为这样的游戏的互动 认识了另外一半 借而相处 那借而互相成为男女朋友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所有在整个打造 整个基隆甜蜜产业 最最开始也必须最初期 就是要透过威恩联谊 因为我想很多现在很多年轻人 不愿意结婚 很多就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机会 认识到未来一半 因为工作的关系 那透过现在工作形态 很多都是因为在网路上互动 所以跟其他人互动就少了许多 那人际经验互动少了许多 当然你就很难机会 去认识到未来的一半 所以我想这个透过威恩联谊的形式 那加强这个互动 我想这是我们办所有活动的一个目的 那之后这样子未婚联谊认识 之后结合报名我们的联谊婚礼 然后加上我们所有相关这个好运 这个运的这个怀孕的措施 跟所有的未来的交易补助 整个建构 整个我们这个人口产业 这一环 我想这个是金融市 现在目前非常要做的 每年单身年龄活动大受好评 政府化身月老 举办年龄活动 让金融未婚男女早日脱离单身 记者黄少民进入报道